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曹叔叔 好 有些歌你可以用兩種節奏 或者是兩種旋律來詮釋 它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比如說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就是張正月這首 我怕我沒有機會 等你說英雄再見 因為也許就在見不到你 它是很歡快的這種掃詢 叫做下上奔上下上奔上 這種概念 小學生過馬路 那如果你把這首歌 變成另外一種風格 比如說你把它變賣 我怕我沒有機會 跟你說一生再見 因為也許 它就變成另外一種風格 當然它除了節奏上的變化之外 旋律也可以做一點變化 但是它美妙之處 就在於它是 在同一個和弦進行之下 其實就是有點相當於即興作曲 不好意思 這個新吉他音有點不準 你知道一把新吉他 大概會有兩個禮拜 它的音都不太準 因為它的弦的張力還沒有穩定 那我們試試看即興 來試試看另外一首 比如說 還記得年少時的夢嗎 像我永遠不凋零的花 你看這是這樣的風格 那如果你把它變慢 或變快呢 比如說變快 還記得年少時的夢嗎 像我永遠不凋零的花 這種歌就風格馬上就變了 變成走吧走吧 就是叫你的前男友趕快滾 變得很寬寬 然後 變慢呢 比如說 或者我們試試看 變成另外一種 你看這個變尿夾 有一個人他發信息跟我說 這個變尿夾不是這樣夾 是要這樣夾 我試一下 還是有點 可見我不適合用太貴的變尿夾 比如說變慢一點 愛記得年少時的夢嗎 想過 想過 永遠不凋零的花 聽過的 好 有些歌適合 有些歌不適合 我覺得你可以自己再做一些實驗 你可以把一些比較經典的歌 做一些修改 當然你可能會被罵 尤其是那種 比較多 忠實粉絲的那種 比如說 Come to me 你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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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想要忘了 跳在你那裡 心門飄揚風 風雨淚最廣 夢裡 你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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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就可以改變它的旋律 原諒我這三百幾分從我只要 你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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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不適合 沒有 這樣的話 你就會被很多粉絲罵 說 不是你的粉絲 而是比壤的粉絲 都很厉害的说 评音也这样乱唱我家居的歌 好 就这样 拜拜